冬季冷气团发威 放寒假的狐狸猫和小树蛙 前往狐狸猫在山上的老家度假 下午时段正好碰上高山降雪 屋外变成一片银白世界 景象超级浪漫 虽然遇到下雪很令人兴奋 但是湿湿冷冷的天气 却让狐狸猫和小树蛙冷到发抖 他们只好赶紧跑回房间待着 真是太舒服了 待在温暖的房间 欣赏窗外的雪景 这才是完美的度假 不过外面这么冷 房间怎么会热热的 小树蛙好奇地看着放在房间一角 散发红光的电暖气 想知道为什么电暖气插上电会发出热 可是却想不出个所以然 他又想起早上吃的草莓果酱吐司 吐司舀起来酥酥脆脆的 为什么使用烤面包机就能够把柔软绵密的吐司 烤得焦香酥脆呢? 在生活里有许多种类的电器 例如电灯、电锅、吹风机、烤箱或电暖气 明明都是用电的电器 为何有些电器是发光 有些是发热呢? 电如何转换成这些能量形式呢? 狐狸猫想起 它们曾经学过电压向水位高低落差 电流向水流 并透过水流推动涡轮运作 于是和小树蛙讨论电能是什么 以及能量在电器中如何传递和消耗 还有使用电器时 为什么导线和电器会发热? 两人一边讨论一边走到客厅 看到桌上有一叠纸张 原来是老家在今年收到的各期电费单 小树蛙仔细比较后 发现夏季的电费 居然比其他季节的电费还高 狐狸猫问小树蛙 在夏季时有没有听过新闻播报? 用电量飙高? 供电拉紧报? 因为夏季时天气炎热 大家尝冷气、电风扇开一整天 导致用电需求变高 为了避免用电量不足的情况 电力公司便规定了夏季和非夏季 有不同的电费计价方式 提醒民众节约用电 说到这里 狐狸猫想考一考小树蛙 问它如果想知道哪种电器最耗电 可以从哪里观察 小树蛙想不到答案 只好请狐狸猫解答 狐狸猫指着电暖器上面所贴的电器标示说 如果想预估每个电器的耗电量 就要知道电功率和应用 萤幕前的你知道消耗功率是什么意思 它和电费有关吗 小树蛙又观察了几种电器 发现它们除了有不同的电功率 还写着AC与DC的符号 狐狸猫说这表示不同的电流 小树蛙感到讶异 咦?电流还有分别吗? 萤幕前的你知道它们的意思吗? 狐狸猫请小树蛙想一想 吹风机和手电筒的电从哪来? 一个是接家用插座 一个要装电池 而这正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电流 像是家用插座提供交流电 电池提供直流电 小树蛙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分两种电流呢? 单纯使用一种 不是比较方便吗? 狐狸猫笑说 这个就要从一百多年前的两位名人 爱迪生与特斯拉说起 你觉得一百多年前 直流电与交流电谁先出现? 当时的社会比较支持哪一种? 在你的生活中 是否都有出现过这两种电流类型? 在哪些地方? 小树蛙为了回答狐狸猫的问题 两人在老家里走啊走 看遍了每一个电器 也分出了使用直流电与交流电的许多电器 狐狸猫一边走一边提醒着小树蛙 虽然电力是现代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能源 但是不当用电 孔酿灾害 像是常听见的电线走火 线路短路 延长线串接 为了维护电路安全 更应认识短路 了解超载等概念 建立安全用电尝试 听了这么多与电相关的资讯后 狐狐狸猫想着既然外面冷嗖嗖不能出去 就翻出一只手电筒 想装上电池 带小树蛙在房子里探险 这时小树蛙看见盒子里的电池 心想 为什么电池的包装上写着干电池 碱性电池 充电电池 怎么有这么多种电池 它们有什么差别呢 荧幕前的你知道答案吗 最后 狐狸猫和小树蛙 拿着手电筒到储藏间 翻到了狐狸猫小时候得到的 一面闪亮亮的金牌 但狐狸猫说 这是镀金的 小树蛙又不懂了 这是什么意思 狐狸猫神秘地笑着说 其实这又是另一种电的应用哦 好奇吗 那就要多学学啦 接下来的单元 将带领你认识电能 及电能如何转换成其他的能 并探讨各种生活用电知识 准备好了吗 一起跟着狐狸猫和小树蛙 探索电流的热效应 与化学效应吧 收换